说完了 完了 完了 那 你愿不愿意找个婆姨 比如说桃花 不愿意 为啥 我心里没有的 我本来以为你真的病精明 还是梦想那么笨 冯瑶 山上钥匙长了一棵树 不管它多高多大 你给我半天的功夫 我都能把它砍得干干净净 可心里要是长了一棵树 就算是十年八年 你也得让我把它慢慢地往岛子砍 把它的根根支支 慢慢地往外挖呀 那就慢慢来吧 你早安 嗯 快点 快点 我过去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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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坐坐坐 什么话你就说吧 那本家征抗战税的通知单 你应该收到了吧 收到了 这还剩十来天的光景 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没钱 那么 你想抗税吗 上次募捐 刘长官就对我罗马殿 看恩过一次 抗税 你的刑罚之重 我早有耳闻 我哪敢呢 你还知道轻重啊 那你想怎么办 这一回或房产或地产 我估计 怎么也得出让一部分 这你才是想对了 这漂亮的女人我见多了 像你这样聪明绝顶 美丽动人的女人 找实的不多 你的夫人白妍妍 不就是一个吗 比起你 那是差远了 我是当兵的出身 女人不会拐窝抹角 喜欢 知来知去 刘长官 碰过我的男人 可都没好下场 别忘了 咱们也有生意可做 我们之间只有征税 没有什么生意可谈 我虽然不是什么生意人 但我的信条是 人间处处不生意 这话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啊 咱们俩一定有生意做 而且是一笔很好的生意 你是军人 可不是生意人 除了军人 我还是一个精力旺盛的男人 我保证 秉章纳税 你可以走了 凤云姑娘 罗马店的大掌柜 想这么轻轻松松地打发我 没那么容易吧 这股东西 为什么非有两个人谈不可 这股东西 是不是又打封印的坏主意啊 别着急 再等等 你要是能给我点甜头 那时候 我就把税 再降个一成两成的 刘长官 你请自重 如果再降一半 你算算 那是多少钱 你以为我是那种女人吗 你也许不是 但可以偶尔为止 岂有此理 中国有两条颠覆不迫的真理 重赏之下 必有勇服 同样的意思 重金之下 必有美人 什么狗屁真理 在我这儿 不应验 你是罗马店大掌柜 能不算账 罗马店可不是我一个人的罗马店 挣也好 赔也好 我我只占三成股份 就算你给我开让五成 我也只挣那么一点点 转不到哪儿去 那你不想静悄悄地为自己 多转一点吗 你是那种肯出学的主吗 说句粗话 我刘建广从来就是 白吃白喝白拿 这中意了 在家白睡 奇怪 怎么样 被我说中了吧 怎么回事啊 可是在你这儿 我破了一回 那又是为什么 这国君共军 缴富老百姓 通通都在唱三十礼谱 你风鹰长得俊 再加上他们这一唱一吹嘘 你如今是闻名侠儿的大美人 是吗 有人说把你往庙里一放 就能当官侍姻娘娘一样进 我之所以来三十礼谱 就当百官侍姻了 不浩子 不是真男人 别说出血 就是割肉 我也愿意 免税五成 再加一根 免税五成 够分量吧 我屋里那两颗金镯子 可比这个重多了 如果这也叫重金的话 你以前找的那些女人 可都是便宜货了 这算定金 明天你到城里 办完事再加两根 依我看你这宗生意不划算呢 还是拿回去免得后悔 今天给我烧个扒 你可别忘了 你的岳父大人 就是抽羊烟抽死在这儿 使相点到别处丑 图个吉利 小看妈 你不知道我第一次耍这种把戏 啥把戏 我呀 把那个好色的坏妆 当猴一样地耍 你敢耍弄刘建广 又不是我故意的 是他自个儿犯贱 非要一扑二看地吓抓我 芳莺 你要当心啊 你小心玩火自焚 萤火烧身 我非整死他跟刘建广 干爸就死在白俊杰手上 罗马殿的元气 也伤在白俊杰手上 傅来喜非走不可 也是因为他白俊杰和刘建广 我在白家 整整求情了十几天 前前后后 他坑了咱们多少钱 这些 我都要让他的女儿女婿 统统给我还回来 冯茵 你不是这样的女人 做不来这些龌龊事 小干妈 你放心 我让他猴子老远 一场空 太玄虎了 太玄虎了 你还说我呢 你得好好管管你那张臭嘴 我嘴不臭 你脑子笨 人臭 那你说 我哪件傻事浑事 不是听了你的话之后干的 十个卖结杆你当棒水 你怪我 你怪我个屁啊 你怪我 那你要不胡念的 我能往心里去吗 这说过的话可放过了屁啊 你哪找去 我可都记心上了 二十几岁大的汉子 色胆大如天 翻山月亮追女子 只要喜欢上了 啥也不管 睡狼 睡虎 睡豹子 空中碾上睡药子 这是你说的吧 是我说的 这也没错呀 咱陕北汉子 没风的地板上敢钻个洞 真眼大的窟窿 敢夯得把身子穿过去 丢我一股毒使劲 行 那霸王硬上宫 把生米煮成熟饭 这也是你说的吧 那婆姨不生亡 你不能愿抗满食吧 你自己没本事做不来 你不能怪我呀 我 你 你 你看 你又犯魂了是不是 当不了都市汉子 你就乖一点啊 把桃花娶回家 你也不会后悔他 来 吃菜 我新炸的花生米 你不是他们想要 你会志见 我只是肯定 我只是肯定 你不是肯定 我是肯定 你肯定 什么时候 你肯定 再离我是肯定 因为我肯定 我肯定 你比如说 我知道 后面还有 别理他们 让他们过去 是 谈错 真不知道 这上风是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 投鼠机器呗 老蒋在南方那么硬 藏北方 让张学恋 杨虎成了这么烙遗产 我看是害了软骨病了 这 我交代你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青县 吴浦 嘉县 恒山等 五个县城的保安团 都被强令解散了 我们驻扎在那儿的 一点点军队也被全部撤防 我查清楚了 是王震的三五九旅干的 这三五九旅 可是共产党的王牌军 他们要是出动了 我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我去 刘团长公务在身 派我接你去隋德 小兄弟 是哪里人呢 恒山狗啊 哥拉人 跟着刘团长干了多少年了 也就半年多吧 你们刘团长可是个仗义人 但你们一定轻如兄弟吧 别提了 人家都说秃子跟着月亮走 要么怎么沾光呢 其实我们全是挨骂兽妻的料 亲不亲 这喝的都是吴定河的水 既然来了 甭管私食还是宫食 那就是缘分 到我们羊肉馆去 妹妹的碟上一顿 不客气 不客气 小兄弟 等我的事办完了 咱们再走也不迟 行 行 来 大兄弟 大兄弟 来 喝口水 喝口水 喝口水吧 喝一口 喝一口 张大爷早 兄弟 来来来 张大爷早 可便宜了吗 是 吃多少 一人一天一斤 一天两千斤 五天一万斤 一个月就是六万斤 高团长 一下子要这么多粮食 我们 真是没办法 在你那些晨粮中 能晒远出来一些好粮吗 晨粮都变质了 没法筛选哪 战什么事来抗战 我们不能让他们先抗其恶 凤云 咱们还有不少的杂粮和一些加工品 对了 高团长 我可以先提供一些高粮 大豆 黑豆 土豆和粉条什么的 随后我们再想办法 你看行吗 好啊 等下粮收上来 可就难不住我了 那就抓紧运送吧 陈先生 你去安排一下 我还有一些事情 要跟高团长商量 好 他正准备好走 结果拔了去那大部队过来了 非要他弄粮不可 就走不成了 好了 下去吧 是 谁 谁没来 你装闲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一定是隋德的人样子 三十里铺的女老板凤英吧 不提了 团座 别看凤英是个女的 可我告诉你 软硬咱都有办法 暂时打住 迟早饶不了他 喂 团部 团长 我们的城东门少尉 发现大批八路军 向县城方向驶进 请指示 他们打过招呼了 让他们进城 他们要设立岗位 也允许设立 不做抵抗 是 明摆着 他们是要加强 红区北大门的防御力量 把咱们赶出隋德 准许安排 不做抵抗 团长 我没听错吧 我连连请求尚风增兵固防 他们居然无动于衷 还让炮兵营向北撤到镇川 增兵固防的 就等于和八路军 彻底撕破脸打起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团长 其实脸皮早已经撕破了 那 那我们怎么办 就眼睁睁地让他在 在我们眼皮底下驻扎下来 这尚风不增兵 咱们明着和八路军干 我就没办法 不过暗地里胡日鬼 咱们早着瞧 隋德 这隋德还是我们的吗 刘建广加征抗战税 期限马上就要到了 他随时 都可能对我们采取强硬措施 我们该怎么办呢 三五九旅一个团 已经进入隋德 隋后还有更多的兵力 会部署在何方阵地和隋德 我们从今天起 就要掌控这一带 刘建广加征抗战税 你们不用理睬他 那我们的重心 仍然放在罗马甸的经营 和生产方面 对呀 延安已经响应毛主席号召 在南尼湾啃荒中地 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 居民齐动手 自力更生 丰衣足食 赛事礼付罗马殿 与何方阵地息息相关 从今往后 要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互帮互助 共同度过抗战难关 高团长 有什么需要 尽管跟我说 我们一定竭尽全力 支持抗战 去吧 团长 团长 八路军的高团长来了 快进 快进 冯部团长 你可少报了我的心值钱哪 高团长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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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团长 您现在是 我现在 既是八路军核防部队的团长 从今天起 也是隋德警备司令部的副司令 司令是王震将军 欢迎高团长 高副司令 六团长 我们三五九旅的部分兵力 已经进入隋的 承讨你接驾照了 非常感谢你 应该的 那是应该的 封莹 涮虎哥 封莹 以后 田里地里的事 还都交给我吧 好 有啥你顾不过来的 也都吩咐我 好 封莹 你 你还信我不 当然相信 我这就像出了场天花一样 这脑袋都稍糊涂了 天花出完了 人也清醒了 那就好好干事吧 你放心 我啥都能干好 我来我来 我来 往这儿 上董哥 你那歌詞 写得太多了 啥歌词 你歌词上编着 三年两年不得见面 我跟来袭 就真的有三年没见了 我那真是顺嘴编的 我随便说说 没怪你的意思 凤莹 等你把店里的事理顺了 我陪你去定编 真的 真的 你要是跟小干妈 能把这摊子撑住 我现在就想去 你要是信我 我安排 你明天不走 后天就走 那我明天就走 那你不能一去不回 只要能见莱喜一面 我心甘情愿 那你就收拾东西呗 乔骆子 明天就去定编拖延 明天 行 婶儿 我要去定编 明儿就走 这会免乱呼呼的你咋走啊 我跟着乔骆子的罗队走 你有啥要烧给莱喜哥的不 你真去啊 婶儿 不怕你笑话 我夜里做梦 都梦着莱喜哥 我 你等一下啊 你 就烧这双鞋吧 好 婶儿 妇姨啊 婶儿啊 婶儿知道你太不容易了 婶儿 您就让我叫您一声妈吧 婶儿 您对莱喜的心 婶儿明白 这路途远困难多 你自己照顾好自己了 婶儿也求菩萨保佑你 妈 你上哪儿去啊 我运 运动云桃 我就不明白了 东川里数一数二的婆姨搁在你炕上 你还饿狗似的出去找屎吃 啥毛病 不 不是的 翠翠 杨烟我也戒了 男人我也不找了 你怎么还这样啊 别说了 凤英现在已经让我去杨嫂那儿干活了 我已经往人道上走了 你还要不要你的球没脸 不是 我求你了 翠翠 别说了 这么好个婆姨 能活得像世上的男人 怎么就活不下个你啊 我 我有毛病 我就是爱翻墙 我就是爱看 我 行 好 把你这个梯子拿到门外去 放在那儿 以后就爬 别走大门了 这没用 这 这就跟喝凉水一样 狗不咬我 我也不怕 我心都不跳 家花不香野花香是吗 给着不吃偷着吃是吗 说我贱 我觉得你更贱 对对对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这样 行了行了 我不管了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去吧 你就别把你的腰给弄折了 腿给弄断了 回来我还要伺候你 不会的 不会的 我 我很灵活 你真是个好婆姨 你给我慢点啊 小辈子我还执你啊 空虫 给你弄折了 碧草 你给我带着啊 凤勇 你凤勇 你不敢说我 是哪儿啊 也不怕 别人你都快点地方 过来啊 你那儿带走啊 换成个小伙子 或是老太婆 这路上方便多了 我都穿好了 出了隋德再换吧 封印 别说遇见食老药了 就算遇见一型臭搅户 进来你呀 也得寻你开心的 耽搁你一阵 二哥说得没错 听话 不来喜看你君就行了 别看了也白看 封印啊 出门在外 安全第一 好 换上 换上 那好 等我一会儿 我换成个小伙子 封印 封印 送个桥骆子要这么多人哪 桥骆子脸上又没刻画 她还不震 我们送封印呢 封印 你真的要去定别 陈先生 罗马殿的事 我都安排好了 封印 让桥骆子他们先走 你缓一缓吧 为什么 情况紧急 你一走啊 好多事就不好办了 什么事就跟双虎哥商量吧 这一回我一定要走 封印啊 刘建广有一个大动作 一再实施 罗马殿是非垮掉不可 连隋德县的抗战 都要受到严重影响 你盘算盘算 你走得起吗 封印啊 日月常在 等这件事过去了 哥给你做一副罗教 亲自送你到定点 好 封印 这三年二年都过去了 也不差这一月半月的 听陈先生的缓缓吧 陈先生 您刚才说的事 我能办吗 这个事我想了半天 也没想出个道道来 不过 封印 你还是不要走 我 赵大哥 你们走吧 封印 封印又没走成 小的 你街上也没去 咋小的 我去白云山问过神圣了 这俩娃呀 没有个气灾霸难的 走不到一起 气灾霸难 他们瘦得还不高 问我没用 问神圣去 神圣 神圣也是个溜钩子祸 应成个顺心顺意的事 一点不理 应成个不好的事情 那 行了 你别胡言乱语的 你要惹闹了神圣 我给你没完 刘剑广决定 三日之内要洒下大网 在权限范围内强行抓钉 按三钉抽一 整个东川一个也抽不出了 暗印三软二 光三十里铺 就能抓一二百人 他们以战时特需为理由 担钉不免都赶来 才不会按什么张法不张法呢 那连我也在抓钉之列啊 八路军不能干涉吗 八路军出面干涉 就会引发直接的冲突 所以才把这件事情 交给地方 设法对抗 我们一定要阻止敌人 这阴谋的实现 同时呢 还要赶在刘剑广之前 把热血青年 输送到抗战部队 刘剑广太狠了 眼下 抓人比抓钱 更能破坏抗战 你说得对 我本来是个行医的 老掌柜临走的时候 要我帮忙照看一下罗马殿 这一段啊 封印让我在八路军 和咱罗马殿之间 跑个龙套 高团长 把东川的事情 都拜托给咱罗马殿了 您就别把那些 让刘剑广眼黑的难尝试 一股脑往我们头上推呀 这不是我推不推的问题 刘剑广非要抓丁 咱们谁想躲都躲不过 这再说 没有轻装劳力 罗马殿上万亩土地 没人种没人收 那罗马殿不死也得死 先别证管不管的话 抵抗 该怎么个抵抗法 输送 又怎么个输送法 咱罗马殿 一无钱 二无粮 拿啥去办这些事 凤英不是军政长官 老百姓也不是共产党 咱们说话 东川百姓凭啥听咱们的 死好分离 活难离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要让这些青壮年 气刷刷地离开家 我看难 眼下最有号召力的 还是和东川老百姓 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罗马殿 仔细想一想 会有办法的 团总 这八路军不光是在各制高点 设置重火力 而且还和咱们并杠并哨 想一想 先不说面子上好看不好看 如果有一天 他们要是想吃掉咱们 那是一辱反账 随得待不成了 什么 刚接到电报 上风让我们回撤到镇川一带 我们立刻捞一批人 马上撤 歌音营长把要抓的兵丁 根据具体情况汇报上来 先不说南面和北面 但是东川和西川 我们就能抓他一千六百人 我们就是撤回到榆林 也是实力最强的一个团 到时候 谁敢小瞧你我 团做英明 这几年你发现了没有 谁反共越积极 谁就提拔得越快 相反 谁要是和共产党八路军 讨近乎 越是出眉头 不是原地不动 就是名声暗将 剥夺实权 团总 跟着您一起干 我们前途无量 好 减租减西 在罗马殿 已经做到无法再减的程度 全隋德县 也没有第二家 能做到这种程度了 至于 至于 分田分地 这一时半会儿 还做不了 各位 我冒昧地问一下 东川老百姓 十几年来欠罗马殿的账 你们还能收回来吗 连本带利 数目可不小呢 老掌柜安顿过 这些账 有心还的就还 无心无力还的 绝不允许催 那是老掌柜发给走投无路 老百姓们的善款 根本要了的 老掌柜常说 人可亏我 我不亏人 我看 这账是不能要 这些账 可都是死账 可是 这里面 可以做文章 怎么做 与其 让老百姓这么欠着 不如 借这个机会 一把全免了 免了 前提条件是 愿意当八路军的 就报名参军 要不 就到合防阵地之前 帮八路军 挖几天宫事 免除债务 能不能参军 我不敢保证 但是帮八路军 干几天活 还能躲避抓钉 保准能行 小干妈 你看行吗 我看行 那好 珊瑚 把罗马店 各店铺的老板 还有平时 机灵一点的长工 都召集起来 告诉他们 咱们的意思和做法 然后 分到各个村去 淋夜行动 干在刘建广来之前 把东传的清正汉 都一扫而光 行 你有主意 我就有办法 去吧 去吧 高团长 高团长在吗 在 高团长 凤银 来 先拿回去 来 凤银 来 坐 我正要找你了 凤银啊 面除债务 减轻了农民负担 给何防阵地修住攻势 直接支持了抗战 躲避开了刘建广的枪行抓兵 保护了农民 保存了陕北人力资源 粉碎了刘建广一个阴谋 封银啊 这笔生意 你做得太划算了 来 坐 高团长 你就别夸我了 你是罗马店的大掌柜 不待在罗马店 能放心吗 走为上纪啊 我不在 他们都好推脱啊 三十六纪走为上纪 你用得真好啊 我就是要把刘建广 气破肚子 我气死他 我们三五九里 增兵和布防隋德 就是专门对付刘建广的 我们隋德也能解放吗 应该指日可待 真的 太好了 这太好了 谢连长 前面羊肉馆的酒席都备好了 赏个光吧 凤英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凤英 在八路军高团长那儿 路又不远 你找去呀 我让你去叫他回来 我打发人去了呀 见不到他 我的差事可就完成不了啊 叫你去找他你又不去 那你胡埋怨啥呀 报告 进 报告团长 我们连着跑了三个村 从田里到地里到家里 一个人样都没有 什么 一个都没有 派出去别的班 也都和我们一模一样 那不行 今天你非得给我把人带回来 老头老太太 妇女小孩都算数吗 放你娘的屁 行 谢连长 我真没办法 你在这儿等着凤英 等他回来 不能让他走 看也是白看 哥们就 你 宋星姐 跟强 你们家兄弟三个 总你一个 家里的活也误不下 你愿不愿意参加八路军 那 那你真能免了我们家 借你们罗马带那些债吗 你看这是啥 这是戒句 把它撕了 凡是参加八路军的 地租再免三成 我 跟强 参不参军 债务我都全免 你要是不愿意去 我们也不勉强 我还没对象呢 参加八路军的那么多人 有对象的有几个 那 那傅台琪走的时候 不是还有你吗 有有啥用 还不是三年两年见不得面 任强 我还得跟别人谈话 你好好想想 要是想去了 就来找我和珊瑚 不想去 那就算了 那 我参加八路 来 登个机 好 这么多人啊 跟强 参加八路军完全自愿 即使登了机 也可以反悔 我不反悔 不反悔 我自愿 这家眷们撤得怎么样啊 家眷们都已经撤走了 现在正在运输资种和粮食 好 全身而配 咱们再带上一两千个新兵 这随得这几年 咱们就没有白混 来 进来 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啊 抓了多少啊 八路团长 我们可能走漏了风声 这 整个 整个东川的青壮年 都到八路军的 河方阵地上修工室去了 一个也没抓他 什么 泄露了风声 冯英呢 冯英你也没带回来 他 他在八路军高探长那儿 我能到他那儿抓人吗 启人太善 段总 息怒 您先息怒 谢连长 带上两个牌 跟我走